大家好,欢迎来到His Aleph 说起永久中立这个概念 大家首先想到的恐怕都是瑞士 其实相对而言 永久中立对于瑞士的邻国奥地利来说 反而更为重要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今天的奥地利共和国 正是因为当初承诺了永久中立 才得以建立起来的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奥地利 这个国家的来龙去脉 当然了奥地利的历史 其实也完全可以追溯到 很久很久很久以前 目前欧洲已经发现了最古老的 同时也是保存最完好的人类穆乃伊 距今大约5300多年的冰仁奥茨 据说就是发现在奥地利境内 不过通常我们聊到奥地利的历史 可能会有朋友感兴趣的 其实一般都是中世纪到近现代的这段历史 模仿文学家鲁迅先生的一句话 世上本没有奥地利 哈布斯堡帝国解体之后 剩下了那么一块 就变成了奥地利 奥地利这个名字 准确的说是奥地利的德语本名 奥斯堡帝最早是出现在公元996年 当时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奥托三世 在一份诏书上提到了 位于巴伐利亚公国的东部 有一个边疆区 叫做奥斯堡帝 其实奥地利岁出世 巴伐利亚的一部分 后来在被成为德国祖国之父的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奥托大帝在位的时候 奥托大帝击败了当时的巴伐利亚公爵 把自己的弟弟海因里希 附上了公爵的宝座 然后这个海因里希 在成为了巴伐利亚公爵之后 就一直不断的密谋叛乱 想从哥哥奥托手中夺取神圣罗马帝国的皇位 感觉和之前我们聊过的 辽朝的太祖系三支有点像 就是一个家族中的右系 不断想要挑战掌系的统治地位 但是一直都不能成功 然而这个家族呢 还有着不杀自己家人的斗多坚持 所以就导致内部叛乱这种事 没结没完 奥托和海因里希的萨克森家族也是这样 从海因里希到他的儿子 一直不断的叛乱 所以为了一劳永逸的解决这个问题 奥托大帝的儿子奥托二世 就利用一次评判成功的机会 把原本在德意之境内 十分强大的巴伐利亚公国给拆分了 他把巴伐利亚东南部的地区划分出来 成立了一个边疆区 就是后来的奥地利 大概就相当于今天 奥地利共和国的上下奥地利州 然后巴伐利亚的南部也被砍掉了一大块 成立了三个独立的新邦国 科恩腾共国 斯蒂利亚共国和蒂罗尔伯国 这几个国家领土 今天大概都位于奥地利共和国境内 后来伴随着各种联姻继承和军事征服 科恩腾和斯蒂利亚也先后落入到了 奥地利的统治者巴本堡家族手中 这个巴本堡家族 可以算是德国中世纪早期比较著名的一个家族 在东法兰克王国时代 曾经爆发过一场 被称为巴本堡之争的大贵族决言的战争 巴本堡家族统治奥地利地区 一直到12世纪初期 这时候巴本堡家族出了一位 弗里德里希二世公爵 这位公爵有一个绰号叫做爱征朝鲁 这个外号一听就是很招猫斗狗 有是生非的那种 而他招惹的主要对手 就是当时石涛芬家族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弗里德里希二世 这俩人崇明而且排序还都一样 这位皇帝弗里德里希二世 就是大名鼎鼎的红胡子巴巴罗沙的孙子 德国历上著名的一位学者皇帝 像是那种把新生儿关到监狱里 不许见人 保姆喂饭送饭的时候 也不许和他们说话 然后看这个小孩长大之后 能不能自己会说话 这种实验都是这位皇帝弗里德里希二世做的 然后这个皇帝弗里德里希二世 和他的儿子海淫里希七世关系不是很好 然而奥地利公爵弗里德里希二世 是海淫里希七世的小舅子 和姐夫关系特别好 所以公爵弗里德里希二世 不仅拒绝出席帝国会议 拒绝接受皇帝的命令 而且他还善起边信 主动去招惹匈牙利 给皇帝添乱 而这位皇帝弗里德里希二世 其实在德国也是一位弱势皇帝 因为他首先是意大利的西西里国王 其次再是德国的神罗皇帝 所以皇帝弗里德里希二世 其实自己在德意之境内没有什么力量 他于是干脆就授权奥地利最强大的邻居 同样属于神兽罗马帝国的波西米亚 去入侵奥地利 惩罚公爵弗里德里希二世 而公爵弗里德里希二世 作为一个爱争吵的人 他不仅被同僚们所厌恶 同样被自己的臣民们所反感 所以当波西米亚和巴伐利亚组成的帝国联军 杀入奥地利境内的时候 作为首都的维也纳 居然主动开城投降 被臣民们抛弃的公爵弗里德里希二世 没有办法只得逃离维也纳 然后驻扎在维也纳以南 大约50公里的一个城堡里 作为自己临时的首都 这个地方后来就发展成为 今天奥地利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业城市 就是维也纳新城 后来公爵弗里德里希二世去世 巴本堡家族绝死 奥地利就彻底被波西米亚征服了 而这时候的神圣罗马帝国 正处在大空位妻的末期 这个大空位妻说的就是 皇帝弗里德里希二世去世之后 他父亲的家族 施陶芬家族和他祖母的娘家 维尔夫家族之间争夺皇位 双方势均力敌互不相让 最后导致神圣罗马帝国 在之后的19年里 没有一位公认的皇帝 等到波西米亚国王奥托卡 二世吞兵了奥地利和施地利亚之后 就开始积极谋求成为皇帝 对于欧洲中世纪的历史 有所了解的朋友们 可能都听说过 德国历史上有著名的七大选侯 这个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 或者准确的来说是德意志的国王 就是由这七位大诸侯选举产生 除了波西米亚国王奥托卡二世之外 当时主要的参选人还有三位 法兰西国王菲利三世 卡斯蒂利亚国王阿芳索十世 以及哈布斯堡伯爵鲁道夫四世 最后当选的竟然是 所有人中出身最低位的鲁道夫四世 也就是后来开创了绵延六百多年 被称为德意志民族天然军长的 哈布斯堡王朝的鲁道夫一世 很表面的一个原因就是 德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联邦制 或者叫邦联制的国家 一个拥有强大世袭领地的皇帝 会破坏联邦内部的权力制衡 或者叫生态平衡 这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不过在他的背后 其实还隐藏了一个原因 历史上流传下来这样一句名言 让别人去发动战争吧 而你幸福的奥地利去联姻吧 别人从战神巴尔斯那里获得的 在你这将会由爱神维纳斯给予 这里的奥地利说的 就是哈布斯堡家族统治下的奥地利 所以您别看鲁道夫的祖宗不行 但是他的女儿们都很给力 鲁道夫一共生有七个女儿 全都嫁给了德意志的各大祝侯 我们就拿当时的七大选侯举例 因为德国的这个选侯名单 其实是不断变化的 所以鲁道夫参选皇帝时候的七大选侯 和后来非常著名的黄金诏书里面规定的七大选侯 稍微有点不同 当时的七大选侯包括了三位不能结婚的教会选侯 就是美因茨特里尔和科隆的三位大主教 还有四位能结婚的 准确的来说是必须要结婚的世俗选侯 毕竟家里有王位要继承 就是萨克森公爵 巴发利亚公爵 布兰登堡边区伯爵 和莱茵行公伯爵 而当时在位的这四位世俗选侯 全都是亲戚 准确的说叫联金 而他们四位的共同岳父 就是哈布斯堡伯爵 卢道夫 当然了 这种女婿们一起投票给岳父的选举 在奥托卡二世国王陛下眼里 那简直就是作弊 所以奥托卡二世拒绝承认选举结果 他表示自己绝对不会臣服于一个 士瓦本山里的穷伯爵 而相应的 卢道夫也明确表示 奥托卡二世没有资格占据巴本堡家族 留下来的奥地利领地 根据帝国传统 巴本堡家族绝死之后 他家的领地应该重新收归皇帝左右 鲁道夫的主张得到了所有恐惧 担心 忧虑 嫉妒奥托卡二世强大实力的神圣罗马帝国诸侯们的共同制止 战争随即爆发 最终奥托卡二世一方战败 他本人也战死沙场 奥地利和士提利亚就此落入到了哈布斯堡家族手中 哈布斯堡家族也从此开始了他们在奥地利636年的统治 从此之后 奥地利的历史就是一步围绕着哈布斯堡家族的历史 不过哈布斯堡家族虽然成功的取得了奥地利的统治权 但是他们的进步速度也震惊了其他的德意志诸侯 所以鲁道夫最终没能在生前确立自己儿子阿尔布雷西特帝国继承人的地位 鲁道夫去世之后 神圣罗马帝国的皇位落到了另一位伯爵 拿骚伯爵阿道夫的手中 之后神圣罗马帝国的皇位成为了哈布斯堡家族 卢森堡家族 以及巴伐利亚的维腾斯巴赫家族之间互相争夺的目标 在此期间哈布斯堡家族虽然在皇位斗争中经常处于下风 但是却稳步的扩展着自己的直辖领地 先后获得了可恩腾克兰因帝罗尔 基本确立了今天奥地利共和国的版图 最终随着哈布斯堡家族的阿尔布雷西特二世 从他的岳父卢森堡家族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西基斯蒙德手中 接过了帝国的皇位 以及波西米亚和匈牙利的两顶王冠 奥地利、波西米亚和匈牙利就一直处在哈布斯堡家族的统治之下 成为了哈布斯堡帝国最核心的领土 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而神圣罗马帝国的皇位也从此被哈布斯堡家族所垄断 而哈布斯堡家族的领地也在阿尔布雷西特二世的远方 唐之孙卡尔武士在位期间达到了顶盛 建立起了地块欧洲、非洲、美洲和亚洲的人类力选的第一个日不落帝国 后来卡尔武士推卫将自己最重要的两个头像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西班牙国王分别交给了弟弟斐迪南和儿子菲利普 哈布斯堡家族也从此分裂成了奥地利系和西班牙系 而此时的神圣罗马帝国正处在宗教改革的风气云涌的年代 其实自从卡尔武士的祖父马克西米亚一世开始 哈布斯堡家族对于宗教改革其实一直采取的是宽容的政策 然而随着狂热的天主教徒斐迪南二世登基 哈布斯堡王朝开始对新教各派采取了零重振的政策 当然这也就激起了领地内各派新教徒的激烈反抗 公元1618年5月23日在波西米亚王国的首都布拉格 一群愤怒的新教徒冲进了王宫 将斐迪南二世派到波西米亚代表皇帝来处理政务的两位钦差大臣 顺着窗户给扔出去了 然后自豪的宣布波西米亚脱离哈布斯堡帝国独立 而这已经是具有优良革命传统的布拉格市民第二次这么干了 上次他们正要把哈布斯堡家族的钦差大臣顺着窗户给扔出去了 结果引发了捷克历上非常重要的胡斯战争 而这一次第二次布拉格制出窗外事件 则引发了持续时间更长影响范围更广的三十年战争 三十年战争中即包括了哈布斯堡家族和治下至少是名义上治下的新教徒之间的斗争 也包含了哈布斯堡家族和法国围绕着欧洲霸权而展开的争斗 所以这也就使得哈布斯堡家族在战争中故此失彼 疲于奔命随终耗尽了国力 因此在斐迪南二世去世之后 他的儿子斐迪南三世立即和各国缔结了合约 就是著名的威斯特伐利亚合约 威斯特伐利亚合约通常被认为是现代国际体系的开端 今天国际社会上流行的主权国家的概念 以及势力均衡的外交思想其实都源自于威斯特伐利亚合约 和英法百年战争的影响类似 在神圣罗马帝国内部涌现出大量新教帮国的同时 奥地利和波西米亚等哈布斯堡家族直下领地中的新教徒基本上都被肃清了 所以尽管神圣罗马帝国在国际条约的束缚下成为了一个松散的邦连 但是哈布斯堡家族在自己直下的奥地利、波西米亚和匈牙利 却成功的建立起了绝对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 因此从哈布斯堡家族的角度来看 30年战争其实不应该被视作是皇权的衰落 而更准确的来说只不过是皇权发展方向的转向 不过和属于神圣罗马帝国的奥地利、波西米亚等地不同 匈牙利的贵族对于哈布斯堡家族的极权行动进行了有力的反抗 同时也是考虑到匈牙利是哈布斯堡帝国抵御奥斯曼土耳其进攻的前沿阵地 为了赢得匈牙利贵族们的支持 哈布斯堡家族还是允许匈牙利贵族保留了自己大量的特权 其实这也为后来的奥匈二元治帝国埋下了伏笔 公元1683年在波兰立陶宛联邦的支援下 哈布斯堡帝国成功击退了土耳其军队对维也纳的围攻 夺取了对匈牙利大部分地区的控制权 从而终结了土耳其在欧洲的扩张 而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帝国自己也从此开始进入了他的黄金时代 公元1701年西班牙的哈布斯堡家族绝死 尽管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最终没能击败法国夺取西班牙王位 但是在名将欧根亲王元帅的指挥下 奥地利军队还是在第二次霍赫什塔特战役中取得了关键性的胜利 不仅打通了攻入法国本土的通道 而且也迫使法国在德意志最重要的盟友巴伐利亚退出战争 因此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结束之后 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还是获得了西班牙在尼德兰和意大利的大片领地 虽然没有预期的丰厚 但也算是收获颇多 此后在欧根亲王的组织下 奥地利开始进行改革 改变了原有的政府管理模式和军队的训练方式 使得奥地利的国力 特别是行政和军事效率都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所以从血缘上来看应该算是意大利人 从文化背景上来看应该算是法国人的欧根亲王 成为了奥地利的民族英雄和国家象征 被认为是现代奥地利的缔造者 不过随着欧根亲王介入到了哈布斯堡家族的利四执政 他逐渐失去了皇帝卡尔六世的信任 以及在朝廷中的影响力 卡尔六世和他的哥哥先帝约瑟夫一世 是皇帝仅有的两个儿子 而且也是他们的祖父斐迪南三世仅有的两个孙子 而他们兄弟二人还都没有儿子 因此一旦卡尔六世去世 哈布斯堡家族南系就会决死 在这种情况下 欧根亲王出去对哈布斯堡家族和奥地利大公国家国利益的全盘考虑 建议卡尔六世将皇位传给他的侄女婿 也就是约瑟夫一世的女婿 巴发利亚选后卡尔·阿尔·布雷西特 这样就能够使得当时德意志境内最大的两个天主教邦国 奥地利和巴发利亚通过这样的形式形成共主联邦 进而合并 从而极大了增强奥地利的实力 获得对于普鲁士萨克森这些新教邦国的压倒性的绝对优势 但是作为一名父亲的卡尔六世 仍然希望能够将皇位传给自己的女儿和女婿 所以在1713年 卡尔六世颁布了一份被称为1713年国事诏书的文件 其中主要的内容是 如果卡尔六世去世的时候没有留下儿子 那么奥地利大公波西米亚国王和匈牙国王的头衔 以及领地都由他的女儿玛利亚特雷西亚继承 而他的女婿洛林公爵弗兰子 将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位的继承人 卡尔六世生前围绕的这份遗嘱 做出了种种的谋划以及妥协 最终在表面上获得了欧洲各个主要国家的承认 然而随着卡尔六世在1740年去世 他生前获得的那些虚伪的政治承诺 也都一起随他而去 率先站出来挑战玛利亚特雷西亚的是他的发小 卡尔六世的教子 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西二世 也就是欧洲军事史上非常著名的那位弗里德里西大王 随着弗里德里西二世亲率八万普军奔袭奥地利 夺诈了西里西亚首府布雷斯劳 也就是今天波兰的佛罗茨瓦夫 奥地利亡威继承战爆发 最终尽管玛利亚特雷西亚在奥地利亡威继承战和之后的七年战争结束之后 成功的保住了父亲留给自己和丈夫的头衔 但是奥地利却不得不将西里西亚割让给了普鲁士 西里西亚作为当时神圣罗马帝国境内工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特别是当地集中了大量的德语人口 因此西里西亚归属权的改变 不仅改变了奥地利和普鲁士之间国力的对比 也改变了两国内部德意志人所占的人口比例 也算成为了之后所谓大德意志方案和小德意志方案之争的一个历史源头 等到玛利亚特利西亚的孙子弗朗茨二世在位期间 哈布斯堡帝国再一次遭受重创 在新一代的欧洲军事天才拿破仑波纳巴的武力胁迫之下 延续了一千余年的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被迫宣布解体 弗朗茨二世本人也改成为奥地利皇帝弗朗茨一世 为了遏制奥地利和普鲁士维护法国的利益 在拿破仑的主导下 德意志境内的许多小邦国全都被侵法的中等邦国吞并 而这些中等邦国比如巴伐利亚、巴登、福同堡 纷纷加入了以拿破仑为盟主的莱伊联邦 成为了法国称霸德意志的戾气 等到了拿破仑战争结束之后 包括奥地利在内的除了已经被并入荷兰的比利时之外 剩下的还健在的39个原神圣罗马帝国邦国 共同组成了以奥地利为主席国的德意志联邦 奥地利在德意志地区的霸主地位算是得以恢复 但是自从七年战争开始 普鲁士和奥地利之间围绕着德意志领导权的斗争就一直没有停止过 而这种斗争在1848年全欧革命的时候 到达了一个新的高度 在这场革命浪潮中 原本就有着自由主义倾向的普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 公开表示 他希望能够成立一个统一的联邦制的拥有民选议会 以及出版和言论自由的德意志国家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 1848年3月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召开 正是在这场会议上正式提出了两种德意志的统一方案 也就是由奥地利主导的大德意志方案 和由普鲁士主导将奥地利排出在外的小德意志方 而在奥地利奥皇斐迪南一世 尽管也在革命的呼声中罢免了首相梅涅特 并且承诺将会把帝国议会改组成 由人民选举产成的立宪会议 但是最终由于奥地利军队在局势刚刚稍有缓和的时候 去开枪镇压了维耶娜街头手无寸铁的示威游行民众 最终使得斐迪南一世再也无力挽回局势 只得黯然退位 传位给了侄子弗朗茨约瑟夫 而与此同时利用革命期间成功塑造起来的开明形象 普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 在1850年在普鲁士的埃尔福特召开会议 以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当年通过的国家宪法为蓝本 最近有自由主义的埃尔福特联盟宪法 打算以此建立一个统一的德意志国家 来取代松散的德意志联邦 之后先后有26个位于德国北部中部的邦国加入了这个联盟 奥地利主导的德意志联邦眼见就要名存实亡了 这就是德国统一进程中著名的秋季危机 或者叫做十一月危机 面对这场危机 奥皇弗朗茨约瑟夫任命波西米亚贵族出身的天才外交家 斯瓦森贝格出现帝国首相兼外交大臣 然后在斯瓦森贝格的积极谋划下 奥地利赢得了同样对于一个强大的普鲁士 充满忧虑的俄国的支持 同时利用普鲁士在德国中部地区的重要盟友 黑森选后国内部恰好发生政治动荡的机会 奥地利以代表德意志联邦维护黑森政局稳定的名义 派遣军队进入黑森 在这些种种压力之下 普鲁士最终不得不和奥地利签署了 被普鲁士人成为奥尔米茨支持的奥尔米茨合约 废除了埃尔福特联盟宪法 解散了联盟 放弃了取代德意志联邦的打算 不过十几年之后 普鲁士就迎来了属于他们的时代 因为他们拥有了一位比什瓦森贝格更加天才的政治家 奥托 爱德华 利奥波多 冯 比斯迈 十万豪森 在比斯迈的巧妙谋划下 奥地利先是不得不和普鲁士一起进入丹麦的宪法维系 以武力迫使丹麦放弃了对德意志邦国 施列斯维系霍尔士坦因联合公国的职权 然后奥地利又因为贪图更为发达的霍尔士坦因 而坠入到了比斯迈精心策划的陷阱之中 普鲁士获得了更北方的施列斯维系所谓托管地 而奥地利的托管地霍尔士坦因不但成为了一块远离奥地利本土的飞地 而且几乎处在普鲁士领地的四面包围之中 然后普鲁士就趁机在霍尔士坦因制造种种冲突和矛盾 最终激发了普奥战争 在普奥战争中 相对于奥地利 普鲁士更好地吸取了之前美国南北战争中的经验 像是利用电报进行远距离的统一指挥 利用铁路调兵以及维持后勤补给等等 再加上当时普鲁士军队已经普遍装备了先进发明的更为先进的后堂式步枪 德莱塞侵发枪 相对于扔压在使用前堂枪的奥地利军队就更是占据了优势 最终奥地利在科尼西克莱茨战役中惨败 被迫和普鲁士签署合约 解散了德意志联邦 而普鲁士则建立起了除奥地利和南德四邦 巴伐利亚 巴登 福腾堡 黑森达姆施塔特之外所有德意志邦国在内的北德意志联邦 四年之后随着普法战争的爆发 南德四邦也加入到了北德意志联邦之中 最终普鲁士按照小德意志方案建立起了统一的德意志第二帝国 而奥地利则完全被排除在外 丧失了数百年来对于德意志地区的控制之后 奥地利内部也发生了危机 因为丧失了德意志之后 匈牙利对于哈布斯堡帝国来说就变得更为重要了 精明又敏锐的匈牙利贵族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于是他们就趁机提出要扩大匈牙利亡国的自治权 而皇帝弗朗斯约瑟夫也只有让步 以此来换取这个多民族帝国在汹涌的民族主义浪潮前的团结和统一 尽管当时很多有远见的大臣都建议皇帝建立一个三元甚至是七元的联邦之帝国 但是因为态度强硬的匈牙利自由派贵族 坚决拒绝和其他少数民族分享权利 而作为哈布斯堡家族统治及时的德语贵族们 又把向非德语居民放权 实在是一种临时的不得已的暂时妥协 所以也强烈反对在他们看来会导致帝国最终解体的多元民族自治计划 所以最终弗朗斯约瑟夫皇帝和匈牙利自由派的领导人 戴亚克弗伦次签署了1867年奥地利匈牙利折中方案 奥地利帝国从此之后就变成了帝国议会所代表的王国和皇室领地 以及匈牙利盛士低分王冠领地 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奥匈帝国 匈牙利的马扎尔贵族无疑是这场国体变革中的唯一赢家 从此以后在帝国内部人口不到五分之一的马扎尔人 掌握了帝国政治一半的话语权和决策权 统治了帝国超出四成的人口和几乎一半的领地 但为此却只需要承担帝国三成的财政支出 正像协议本身的名字所指出的那样 这其实只是一种折中的妥协 只可惜最终这个妥协一折就折到了帝国的毁灭 1900年中国爆发了庚子权乱 感觉自己在华特殊利益受到威胁的世界列强纷纷出兵中国 而奥匈帝国也派出了四艘军舰和295名海军陆战队加入了八国联军 也正因为如此 在八国联军的侵华战争结束之后 奥匈帝国在1903年获得了天津东角 位于海河东岸和京山铁路之间一千多亩的一个租界地 这不仅成为了奥匈帝国在中国的唯一一处租界 而且也成为了奥匈帝国唯一的一处海外领地 后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中国在1917年加入了协约国一方 对包括德国和奥匈帝国在内的同盟国各国宣战 然后中国政府就派出军警 强行收回了奥匈帝国在天津的租界 因此奥匈帝国在天津的租界一共只存在了14年 成为世界列强在中国建立的租界中存在时间最短的一个 1908年奥匈帝国利用速递土耳其国 也爆发了青年土耳其人党革命的这个机会 出兵吞并了原本属于土耳其的波斯尼亚 实现了帝国立场唯一一次成功的军事扩张 然而这次哈布斯堡家族立场 少有的凭借武力而非联姻实现的扩张 却成为了六年之后毁灭哈布斯堡帝国 乃至于成为欧洲衰落重要标志的 那场世界大战的导火索的源头 在奥匈帝国吞并波斯尼亚的同时 原本处在土耳其实力范围之内的保加利亚 也宣布完全独立 土耳其在欧洲的统治彻底崩溃 然而巴尔干半岛自古以来就是民族关系错综复杂的欧洲火药桶 因此伴随着外部强权的退出 巴尔干各国之间立即爆发了两次巴尔干战争 两次混战之后 原本势头毕业的保加利亚掉落云端 而塞尔维亚则取而代之 一跃成为了巴尔干半岛上的第一强国 为了避免巴尔干地区出现一个新兴强国 奥匈帝国先是主动介入了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结束后的和谈 迫使塞尔维亚放弃了吞并阿尔巴尼亚的企图 维护了阿尔巴尼亚的独立 然后又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中默默的 但却坚定的在背后支持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对抗 再加上奥匈帝国吞并的波斯尼亚也居住着不少塞尔维亚人 这一切都是奥匈帝国成为了塞尔维亚的眼中钉 在坚持大塞尔维亚主义的塞尔维亚军方的暗中支持下 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族居民中不断出现所谓的孤单刺客 制造各种针对帝国官员的刺杀警动 一时之间波斯尼亚的局势丰盛鹤鹤草木皆兵 为了缓和波斯尼亚的局势 更是为了帝国内部权力分配的平衡和长远发展 当时奥匈帝国的皇储斐迪南大公再一次提出了三原制帝国的政治构想 就是将原本从属于匈牙利王国的克罗地亚王国的地位提升 同时赋予波西米亚王国更多的自治权 以此将帝国的结构从奥地利匈牙利的二原结构 变成奥地利匈牙利斯拉夫的三原结构 这样既能平衡匈牙利过多的特权 又能提高帝国境内够斯拉夫与民族的社会地位 从而维护帝国的统一和稳定 而这个三原制改革如果成功 那显然会极大改善帝国境内包括塞尔维亚族在内的 所有斯拉夫与民族的政治地位提升他们对帝国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这显然就不利于塞尔维亚借口民族统一继续向波斯尼亚扩张 所以波斯尼亚的大塞尔维亚主义者们决定采取行动 阻止这种可能的发生 他们打算直接刺杀皇储本人 而奥兽帝国为了震慑塞尔维亚 决定由斐迪南皇储亲自出席和主持1914年6月在波斯尼亚举情的军事演习 希望以此来展现奥兽帝国的大国实力 迫使塞尔维亚能够收起大塞尔维亚主义的野心 而斐迪南大公这次出行还带上了自己的妻子苏菲 虽然根据斐迪南大公夫妇的长子马克西米利安共决的会议 苏菲是因为听说了波斯尼亚混乱的局势 担心丈夫的安全才决定同行的 不过很多人其实都认为 斐迪南大公其实是特意带上妻子一块去波斯尼亚的 因为在计划前往波斯尼亚的6月28日 是大公夫妇结婚14周年的纪念日 而苏菲的父亲只是波西米亚的一个伯爵 在哈布斯堡家族看来却跟平民没有什么两样 所以斐迪南大公的伯父 奥匈帝国皇帝弗兹约瑟夫 一开始是坚决反对这门亲事的 他要求自己的职位作为帝国的继承人 必须去迎娶一位门当户对的王室公主 尽管最后由于大公本人的坚持 以及其他家人们的共同劝说 没准老皇帝还想起了自己亲儿子 当年也是因为婚姻不幸 最后走上了自杀的道路 所以最终还是准许了这门婚事 但是皇帝仍然明确表示 斐迪南和苏菲的婚姻属于贵宿同婚 所以苏菲在结婚之后 并不能使用相当于奥匈帝国太子妃的 奥地利大公夫人这个称号 只能被称为霍恩贝阁女公爵 将来斐迪南继承皇位之后 苏菲也不能被授予皇后的头衔 而且苏菲和斐迪南的所有后代 都没有皇位的继承权 因此在维也纳宫廷 苏菲的身份其实跟斐迪南的情人 没有太大区别 所以斐迪南就总喜欢带着妻子 到其他没有那么多刻板宫廷规矩的地方 特别是这次去波斯尼亚主持军事演习 斐迪南可以使用帝国骑兵元帅这个身份 这样就能够避免贵宿通婚的限制 让妻子也一起享受元帅夫人的礼遇 所以在1914年到6月28日 斐迪南夫妇二人在早上10点 抵达了波斯尼亚首府萨拉热窝的火车站 在这个距离维也纳700多公里的地方 斐迪南夫妇终于可以不用受到 帝国宫廷礼仪的约束 共同乘坐敞篷轿车前往市政厅 在路上斐迪南夫妇遭遇了 来自塞维亚参谋本部外围组织 黑手会的刺客的袭击 幸运的是斐迪南大公 及时的挡开了刺客扔过来的手榴弹 只有几个护卫和围观的欢迎群众 受到一点清赏 然后斐迪南夫妇在寄居前进的路上 突然提出来 先不去市政厅了 先绕道去医院 看望一下刚才受伤的护卫 而就在斐迪南夫妇命令车队停车掉头的地方 恰好埋伏了黑手会的一个刺客 普林西普 于是这个普林西普突然冲到距离 打工夫妇只有两米的地方 连开两枪 枪枪致命 杀害了打工夫妇 这就是改变了人类历史走向的萨拉肉窝世界 因为斐迪南大公是贵述同婚 所以他遇辞之后 他的侄子卡尔成为了帝国的新皇族 其实对于老皇帝弗朗茨约瑟夫来说 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遭遇亲人意外离世了 之前他的二弟马克西米利安大公 被法国皇帝拿破仑二世忽悠到墨西哥去当皇帝 结果在墨西哥内战中兵败被杀 再后来他的儿子黄楚鲁道夫大公 又因为对父亲安排的政治联姻强烈不满 所以拉着情人一起在行宫自杀殉情 然后再往后 他的妻子伊丽莎白皇后 就是著名的西西公主 又在瑞士日内马旅行的时候 莫名其妙的被一个意大利的无政府主义者刺瞎身亡 从弟弟到儿子再到老婆 这次又是侄子 弗朗茨约瑟夫既不是第一次遭遇亲人意外离世 也不是第一次痛失继承人 所以对于斐迪南大公的遇害 本来这几十年来就一直喜怒不形于色的老皇帝 并没有表露出太多的感情 不过相对于皇帝那份平淡的淡淡哀乡 奥匈帝国军方的鹰派人物 无一不是跃跃于世 他们都将这次刺瞎事件 当成对塞尔维亚开战的绝佳机会 在得到了最重要的盟友 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的承诺之后 弗朗茨约瑟夫允许了帝国政府借口调查 是否有塞尔维亚政府官员参与到刺杀事件之中 向塞尔维亚提出了措辞强硬的最后通牒 自是有俄罗斯在背后撑腰的塞尔维亚 断然拒绝了奥匈帝国的最后通牒 于是在1914年7月28日 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宣战 考虑到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之间 其实直到8月3号才真正正式交战 而在第二天 德军就已经杀入了中立国比利时 所以一般都会认为 在当时的人们看来 只会是一场局部战争的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的冲突 之所以会演变成世界大战 除了当时列强之间错综复杂的竞争关系 和同盟条约所导致的行进世国之外 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和他的参谋本部 在具有德国特色的一板一眼的精神指导下 去呆板的执行施力分作战计划 恐怕要为世界大战的爆发 负上首要的责任 随着世界大战的爆发 奥匈帝国内部各种外强中干的真实情况 算是彻底暴露 再加上之前奥匈帝国总参谋部军事情报局 档案出的负责人阿尔弗雷德·雷德尔 其实是俄罗斯的间谍 虽然雷德尔在大战正式爆发之前 就因为身份报夺而自杀 但是经他之手 仍然有很多关于奥匈帝国军队 至关重要的情报 流入到了罗罗斯和他的盟友法国手中 不过尽管如此 奥匈帝国的军队 其实在东线和南线 还是取得了几次还可以的战绩 也算是多少为盟友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不过由于同盟国一方的总体实力弱于对手 而且在战略上一直处在协约国的包围之中 所以最终还是不可避免的走向了战败的结局 1916年11月21日 从1848年革命开始统治了奥地利68年的老皇帝弗朗茨约瑟夫 因为肺炎去世 他的侄孙皇储卡尔登记 就是卡尔一世 这时候无论是奥匈帝国的国力 还是不到20岁的新皇帝卡尔的能力 都已经无力继续这场战争 所以卡尔一世登记之后 就立刻派出了自己妻子的兄弟 末代帕尔玛公学的儿子西斯托 作为自己的秘使 秘密前往法国商议和谈 然而遗憾的是奥匈帝国试图去联系 法国秘密和谈的消息泄露了出来 反而使得奥匈帝国陷入到了一个更加尴尬的境地 不过这时候 美国总统伍德罗维尔逊提出的那份 充满理想主义的十四点和平原则 又给卡尔一世带来了新的希望 卡尔一世很快就公开发表声明 表示奥匈帝国支持在十四点和平原则下 世界各国建立永久和平 而奥匈帝国内部的民族自治 是十四点原则中的要点之一 所以卡尔一世宣布 接受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十四点原则之后 奥匈帝国内部的各方势力 出于各自的目的 开始共同推动奥匈帝国内部的联邦制改革 而改革很快就失去了控制 之后不仅是匈牙利 从捷克、波兰、斯洛伐克 到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斯尼亚 奥匈帝国内部的各个民族 纷纷宣布建立自治政府 然后宣布独立退出世界大战 即便是在600多年来 以及作为哈布斯堡家族统治基石的奥地利 共和制也开始成为了民意的主流 在这样一个局面之下 卡尔一世被迫在1918年的11月11日发表声明 宣布正式停止参与国家的任何政务 不过卡尔一世同时也强调 他绝不放弃皇位 已经导向了共和制的奥地利议会 当然对卡尔一世的这个表态十分不满 所以他们干脆直接通过决议 废除了卡尔一世的皇位 建立德意志奥地利共和国 就是奥地利历史上的第一共和国 而卡尔一世一家则被迫流亡瑞士 不过作为世界大战的战胜国 英国和法国对于这个新生的 德意志奥地利共和国十分的不满意 所以他们在随后签订的圣日尔曼条约中 对奥地利所出了非常严苛的处理 奥地利被迫割让了大片的领地 即便是以奥匈帝国时期的奥地利部分作为标准 奥地利依然丧射超过60%的领土 此外奥地利还被禁止实行义务兵一支 只允许保留一支三万人的陆军 和三艘用于多闹河上巡逻的巡逻艇 禁止拥有任何军用航空器 全国只允许保留一家兵工厂 奥兄帝国所有的军舰和105毫米口径 以上的大炮全都要交给协约国去处理 另外就是不允许奥地利使用 德意志奥地利共和国这个名字 只能使用奥地利共和国这个名字 而且德国和奥地利永远不许合并 用条约上的术语来说就是 奥地利共和国没有直接或间接放弃自身独立的权利 圣日尔曼条约对于奥地利残酷的处理 自然也就引起奥地利国内民众的强烈不满 这也就成为了后来奥地利人支持德奥合并的一个民意基础 1933年 原籍奥地利的德国纳粹党主席阿道夫·希特罗被任命为德国总理 他早在当年因为造反失败敦监狱的时候 就在他的辞传里声称 他的政治理想之一就是要领导德国去吞并自己原来的祖国 所以在纳粹党上台之后 自然就使得希望维护奥地利独立的奥地利政府感受到了深刻的压力 所以在德国纳粹党上台一个多月之后 奥地利政府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然后事实上因此成为了奥地利独裁者的奥地利总理 恩格尔伯特·陶尔菲斯一边在全国取缔纳粹党和共产党 一边把所有支持政府的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政党 全都拉进自己所属的奥地利基督社会党 组建了一个名为祖国阵线的政党联盟 作为自己的统治基础 而且陶尔菲斯还积极展开外交努力 建立了奥地利、意大利和匈牙利的三国军事同盟 共同抵制德国对奥地利的吞并企图 在这种情况下 希特勒就直接指使奥地利竞带的纳粹党发动叛乱 冲入总理府刺杀了陶尔菲斯 虽然陶尔菲斯遇此身亡 但是他生前建立的三国同盟在这个时候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意大利独裁者贝尼托·莫索里尼 调集了四个式的意大利军队 部署在了意大利和奥地利的边界 表示要随时干预奥地利的局势 在莫索里尼的压力下 希特勒被迫暂时放弃了吞并奥地利的企图 不过很快风云变换 欧洲局势开始出现了不利于奥地利的变换 受到国际制裁被国际社会所孤立的莫索里尼 迫切的需要希特勒的支持 因此他改变了立场 默认希特勒可以吞并奥地利 于是希特勒就立即要求奥地利总理 库尔特·舒适尼格来到德国会面 共同商讨两国的未来 舒适尼格是陶尔菲斯遇死之后 继任的奥地利总理 他上台之后为了缓和德奥关系 主动任命奥地利级的德国纳粹党党员 阿托尔·塞斯·英华特担任内阁的不管部长 以此来向希特勒示好 不过希特勒对此并不满意 他要求舒适尼格任命塞斯·英华特 出任握有关键实权的内政不容 舒适尼格也被迫同意 然后希特勒又拿出了一份德奥合并的条约文稿 要舒适尼格签字 舒适尼格借口要回国和内阁商议 拒绝了希特勒当场签字的要求 然后回国之后 舒适尼格表示 奥地利是否要加入德国 应该由全体奥地利国民共同决定 不过这车的希特勒显示 对于奥地利国内的民心民意并没有信心 所以他在得到这个消息之后 立即态度强硬地阻止了 舒适尼格举行全民公投的计划 之后舒适尼格被迫辞绝 塞斯英夸特成为了奥地利总理 塞斯英夸特一上台 就立刻向希特勒发出了一封改变了奥地利国运的电报 要求德国立刻越过边界 来维护奥地利社会秩序的稳定 尽管当时在奥地利的政界 确实有很多官员 或是真的因为高瞻远瞩目光如炬 或是仅仅因为贪恋手中的权力 反对德奥合并 但是在奥地利民间 绝大多数把圣日曼条约 视作不平等条约和国取的奥地利百姓 都被大德意志的美好蓝图所深深打动 发自内心的将邻国的吞并 视作是祖国的统一 在德奥合并之后 德国的正式名称就从魏马共和国时代的德意志国 改成了大德意志国 也正因为如此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 奥地利和德国一样 作为战败国 被英法美苏四国分居占领 1955年 作为美苏冷战中 恰好位于中间缓冲区的幸运儿 在奥地利政府承诺永久中立 永远不和德国缔结任何形式的政治和经济同盟 永远禁决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 永远不恢复君主制 并且保证在之后的六个月里 向苏联支付一笔一亿五千万美元的战争赔款之后 奥地利和英法美苏四国签署了奥地利国家条约 重新成为了一个独立的国家 而四国的占领军也依据条约 在之后的九十天里陆续撤离了奥地利 1955年10月26日 宣布奥地利永久中立的奥地利联邦宪法开始实施 而这一天也从此就成为了奥地利的国庆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